民建聯主席談要中出席完回歸紀念酒會之後 表示7.1是具紀念和有意義的日子 市民可以自由選擇用什麼方式表達訴求 亦都無需將7.1遊行和回歸慶典的人數作比較 亦有出席酒會的海洋公園主席鄭志文表示 現時很多社會問題都是上一屆遺留下來的 應該給政府多一兩年的時間處理 要優先處理的就是解決房屋問題 他是說商界是支持政府的 不論誰做行政長官都好 希望政府能夠維持本港的競爭力 而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孟雄批評梁振英的施政承諾 和市民期望的有較大落差 令到今年上街遊行的人數較去年多 他的競爭政綱提出 穩中求變適度有違這件事 實此一年來對市民的期望有較大的落差 他的穩中求變抓不到關鍵 他的適度有違搞錯了方向 他希望政府虛心聆聽市民意見 改善工作 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長黎雲認為 政府制定政策需要時間出台 希望市民給點耐性等待成效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鄭麗儀報導